1号戒备信号生效 但天文台预料晚间改发3号强风信号的机会不大 位于南海北部的热带低气压 夜晚增强造热带风暴 目前在本港东南大约510公里 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 时速大约18公里 靠近广东海岸 夜晚天气骚变 天文台一度发出黄色暴雨警告过几钟 不时行雷闲电 风雨之中 夜晚近9点 九龙塘高怀路7号 一棵树怀疑被强风吹断 打中一架警车和一部私家车 无人受伤 天文台说晚间改发3号强风信号的机会不大 天气会进一步转怀 在南海北部的热带低气压 已经升行为一个热带风暴 在这个热带风暴和风不过人风的共同 影响之下 明天日间本港的风势将会增强 和有狂风骤运 天文台越界热带风暴 在星期一晚到星期二早上 会在本港200公里范围内略过 天文台越界热带风暴 感谢观看